刚刚也有人问NVIDIA的观众是Yen 它是持有239元买的 是否有交货呢? 交货呢? 其实又是那些问题 又是担心现在来的经济前景 很多都已经下调了 其他各样的高通胀 究竟怎样会去诱发 会不会有这个衰退 这句话是否会有这句话 我一般来说是不建议交货 因为又是这个 我觉得刚才的定谋效应和交货 我觉得都是一个比较迷思的东西 我想你买的原因 就不应该是因为你过去买了 太贵了 你过去买的那些是新货币 如果你用这个简单中学的一些 经济上经济堂教的东西 那些新货币是一个沉获成本 严格来说是不应该影响你将来的决定 你过去是不应该影响你将来的决定 反而我觉得你就算 因为我一般来说 就真的会摆在防守位 就应该破了很久了 如果你是觉得不喜欢摆在防守位 我宁愿是长线的 那这个当然都是一种比较可取可守的选择 但是我面对任何都一定会看位操作 这个是可以避免了很多大点的危机 如果你说究竟有起动和吸纳 你看两个位置 就是196.1.9和199.2.3 现在来说 其实都没有 最简单的转势 就是突破第一个阻力先 都没有 所以我觉得 不妨等下 但是你到时买就不是用一种 我要交货的心态 不是交货它 交货它 快点回家乡那些 你到时买的心态是 我看好NVIDIA 长线及立这样的心态 就不需要去计较 我之前买过多少钱 我现在交货了 那决价便宜了 反而是 其实我反而是 如果向好的时候 你看到它起动才交货 亦都不需要有一种 哎呀 如来200元 就是85元没买到 因为都是这样 其实你是不会买到最低位的 你反而越去强求 买到最低位才越买不到 就是很多太过去 或者譬如过去 可能美股未跌得很多 你中概股 那你它跌下来的时候 就是越是觉得 很想挠货 很想交货的 就越是泥足深陷 反而到了真的时机的时候 就发交了 就放了 所以我觉得这个是不需要的 但是你可以去等机会去加 你是加仓的心态 看好所以加仓 不是为了加价格的 不是为了加价格的 是的 这些心理很重要 因为你旧买那柱 是没有因此而影响的 就是你新买这柱 是你新这柱的钱 大家可以去养成这个习惯 你可以做一个XL 计算一下自己的习惯 或者如果你的股票币 才可以介入 你可以计算到 你整个钱的回报是多少 你就一目了然了 所以你旧那柱的亏损 就并不会因为你新买了 而少了 是的